從6月6號開始 是台南空氣捷徑日的第一天 我們出發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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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氣象 我的 öyle事養 我的小才一條 我的氣象 宗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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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天以外 我們在外面運動 騎腳踏車 市府、交通、騎招牌 我們要收入空氣 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有這麼嚴重的影響 我們說還要收入這麼多空氣 我們今天來到台南市政府頭前 就是要跟市政府 要跟劃政策市長說 你不是第一名市長 你是氣騙你不是的市長 因為我們管理這個社群 還有一個都市的家庭 像茂城首說的 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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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影響影響很嚴重 現在要來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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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要求台南市政府的空氣靖 要對我公開 他今天說要邀請民團 參與空氣防治委員會 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台南市政府 對台南市政府 對台南要生理一個唱歌 去看局處可以邀請各級民團 這個代表參加的空污方式委員會 所以我們要台南市要怎麼樣 空污真相 我們要讓台南市的各級學校的空污旗 立即要用美國嚴格的AQI標準 但是八條貨栽 現在有八座工業區 八座工業區 剛好你知道嗎 八座工業區 在工業區裡面 好像工業區 總裁工業區 安林工業區 以及這個 總裁工業區 都沒有污水穿下去 我們以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有一個想法 我們香港 我們小時候 我們可以去那裡的這條基準 在臭婆娘的時候 已經下去了 十多年前 我們來過這條基準 希望他可以帶疫情去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說 空氣有了怎麼有 那樣有 安林工業區的PM市 全國七十二的車站裡面 其實是百年北七 你剛才發現我這樣 原來怎麼樣 我們大園 我們大園 我們大園的地方 摸去不一樣 這麼不一樣 因爲摸去不一樣 我們摸不一樣 如果有一個臭屁 你還帶著 你如果是 先說就趕倒回來 這個怎麼說不出來 你如果先說就怎麼樣 黃航倒回來 因為我們這裡是怎麼樣 污染區 整個臺江地區 有發作工業群 但是呢 在我們臺江 也有一個人家傲的 臺江國家公園 在東邊 有一個台灣歷史國館 所以我就有點混亂了 我到底是住在 臺江國家公園 我住在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 國家國務館的旁邊 還是我是住在什麼 工業袋裡面 去年高雄剛剛發生 8178的事件 其實大家都還記憶猶新 就是因為我們在大力發展石化產業之下 其實這些石化產業 它七成都是做外銷 甚至半數以上 都是銷往中國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就像是一個中國的 離島加工區一樣 可是這些呢 廠商賺得飽飽飽 可是我們人民的健康安全 就完全被犧牲 那這甚至是 剛才像我們現在 今天討論的空屋議題一樣 我們的勞工學被剝削 我們的健康學被剝削 我們的呼吸學被剝削 作為嚴正要求 希望我們的政府 應該拿出我們的破例 取消對於石化業的租稅補貼 還有相關的獎勵優惠 那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應該要有全盤的區域規劃 全盤的產業規劃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那產業轉型 也可以帶動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我們其實在推動環境運動的同時 絕對不是站在勞工的順利面 我們也希望要保障這些勞工的基本權利 無論是工作學或工作的環境 他們的呼吸學 像我們的賴市長最近也提出了一個 開放政府的口號 我們都希望 這不只是一個口號而已 包含像前一陣子那個 南鐵的都委會 我們都看到說 這其實就是一個多數暴力 或者是 但是委員會 都留於只是一個項皮圖章 所以我們也希望呢 詳應這次遊行的訴求 也就是要有一個跨局處 然後呢 結合民間團體的一個 公務防治委員會 廣邀社會大眾一起來做討論 然後市民可以獲得最正確的資訊 當然像這一次我們的訴求嘛 我們也希望說 要採用美國的AQI標準 也就是美麗方公尺呢 十二維克站的一個標準 然後來做我們公務品時期的一個表現 我們下午兩點半 我們的這個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在兩點半的時候呢 會去包圍台塑六清廠 因為台塑六清廠呢 是我們台灣的工業排放最大污染源 所以我們今天六六號的大遊行 是全台灣反空污的第一天 而這一天就是要決心 要讓我們台灣的空氣 一天比一天更好 接下來 公務防務支援跟綠黨 還有在座的像花野 金子工學團 我們的樹黨 還有呢 我們其他的一些成員 我們要繼續的監督我們台南市政府 因為我們的議會 是空轉的 是空轉的 讓我們的台南市長 是美化的 美化的 所以呢 我們要讓台南市 真正的環境的品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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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